一部出色的黑色幽默喜剧 身份、地位和金钱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唯有爱才能拯救人的灵魂 所谓意外制造公司根本不存在 那是一个象征 象征无求的物质欲望 那是可以杀死人的 这部影片给了很好的两个议题 死亡和爱情 人生中会有无数个瞬间想要离开 但当那一天真正到来 意外的美好总让人想到延续或退后 所有的矛盾纠结都源于那些真正走进内心的爱 活着真好 别惧怕苦难 幸福总会相伴而来 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 在世被恩赐的一切喜怒哀乐 都是灵魂在今生的体验 用心完成这一世的课题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在它来临的时候 及时行乐 好好爱 电影总是有这样的好处 让我们从别人的人生中体悟到自己的道理 外面的太阳很好 地面也完全干了 昨晚下的暴雨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是湿润的泥土 摇曳的枝叶会告诉我们 那场雨下得多么畅快 也多么重要 我们都走向同一个终点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体验 无论哪种都会留下它的痕迹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